石头 石头 爹 你回来几天了 今天是第九天了 那 部队上给了你几天价呀 问你话呢 给了了十天 十天 石头 从咱这儿到你部队 咋说也得一天一夜的车 你还不赶快地回部队 还等啥呢 爹 您刚做完手术 俺想跟部队申请一下 再延长给俺几天假 这个瞎扯 你爹要是住上一年的院 那你还一年不回部队啊 石头 爹清楚你心里是咋想的 可是爹告诉你 你要是为了爹的病 耽误了部队上的事 那没门 爹 爹 别害激动 别害激动 石头 说实话 爹呀 这几天 躺在病床上 也想了挺多的事 啊 原先呢 爹对你呀 要求得太严了 尤其是在当兵的这个事上 按照你妹子说的话呢 就是爹啊 给你造成了挺大的精神压力 别怪爹啊 现在啊 爹也想开了 你往后 要是有时间 能得着假期 你就回来看看爹 家里的其他事呢 不用你操心 有你妹妹照顾我 等过两年 你妹妹要是出嫁了 还有街里街坊 庄里相亲的照顾爹呢 你呀 就在部队上 安心当你的兵 只要部队需要你 你就不能自己提出 退伍回家的事 记住没 等哪一天呀 部队上不需要你了 你就回家 爹呀 不会怪你 你妹 看看看看 堂堂七尺男子汉 咋还哭天抹乐的 听爹的话 擦干眼泪 站起来 转回身去 走路啪啪啪的 回部队 不能吵架 爹 您快过生日了 好 儿子 儿子给你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 你看看 这当兵的咋还兴这个 还要给爹送啥生日礼物 不用 不用 又这份心就行了 爹 你看 这是啥 这是啥啊 爹 这是俺哥在部队立了功 部队啊 讲给他的军工章 军工章 是你得的 你咋不早说的 快给他看看 爹 您刚做完手术 一声交代不能让你太激动 所以俺就没敢告诉你 好 这是俺儿子得的军工章 好 好 爹 好看吗 好看出来 爹 让俺给你带上 不行不行 这是人家部队上奖励你的军工章 你给爹带上 那算咋回事啊 爹 要不是您从小管着俺 教育俺 俺根本就当不上兵 更得不上这枚军工章 所以这密军工章 有您一大半的功劳 臭小子 到底是部队上教育人 会说话的 爹 我给你带他 带他 你 在天上 看见了吧 看见了吧 儿子 立了功 得了军工章 他是国家的功臣啊 爹 爹 这是干啥啊爹 爹啊 想起你娘来了 敢想让你娘 也高兴 高兴 爹啊你 别哭了爹 石头 这枚军工章的 爹啊就不待了 爹啊 要看着你 再得更多更多的军工章 好 等爹七十大寿的时候 沾你的光 爹把他全带上 行不 爹 你放心吧 我一定好好干 把握得更多更多的军工章 到那时候 那就把你的胸脯全天挂满 好 好 好 爹等着你 得更多更多的军工章 好 来 石头 听爹的话 回部队 走 我 听得了 把走了以后 好好照顾咱天 哥 你放心吧 我会的 爹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把儿子归队了 走 走 回部队 走 爹 走 祗 走 澳 вод